做芹菜炒香肝 到底应该先炒芹菜还是先炒香肝 今天教你一招 芹菜脆爽香肝入味 下酒就下饭 丁线的芹菜洗净以后 我们先做东西切开 然后再轻人小段 香肝我们轻人筷子粗细的调 锅里烧水 水开以后把香肝下锅焯一下水 开锅后煮30秒钟 然后捞出来把水分控干 锅里加油 油热以后加入几片五花肉 把五花肉炒至变色 然后加入葱蒜干辣椒 把小料炒香以后加入芹菜 开大火翻炒一分钟 把芹菜炒至断生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盐鸡精胡椒粉 把调料炒匀 加入焯过水的香肝 简单翻炒几下 最后盐过边加一圈生抽 再翻炒个十几秒钟 就可以出锅了 芹菜脆爽香肝入味 特别的下饭 推荐你一定要试试